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真是持父之同 所以为什么我说Dr.Chin 我所有见Dr.Chin的事情都关我事 很多年前 我走街很痛,脚底很痛 痛到一个地步 去日本也不想走街 去酒店走两个下,我要回去睡 我又吃了,脚底很痛 回来后,王尖就说 你尿酸吧,你快去看尿酸吧 你脚底很痛 我以为是那个看,不是,没有 那死了,是什么呢?你咬柴啊 有人说,我走去看铁打 痛到一段时间都不行 到最后一个朋友走过来 扁平足 做过鞋箭 计划新的鞋箭 一打鞋箭 从此就把我的痛症舒服 扁平足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如果因为扁平足,你走下去是痛的 是吧 我是扁平足 我也是 所以我也很有感觉 扁平足 其实就是这个脚的模型 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了肛位 踩下去的脚印就像鸭脚一样 所以以前古代的说是鸭屎蹄 就是这个叫扁平足 原来我说有鸭屎蹄 扁平足其实很普遍的 研究指出大概30%的人口都有扁平足 为什么呢? 其实到现在都是遗传多 亚洲人是多少 亚洲人和黑人都多 所以某些牌子只是做健康鞋 已经可以了 就是因为香港人真的有很多人 有扁平足 所以扁平足很引致就是 因为我们 如果脚底 你发觉刚才你说的 应该是足底筋膜炎 对 脚肘痛 但脚肘又不是中间痛 是内側的 对不对? 是内側的 就是这一点 因为由这一点开始 就是一个很大的肌肉散开 一个印带叫做 Planter fascia 一直这样散开 由这里开始 因为扁平足的原故 他经常都 涂下来 不断涂 不断涂 然后拔到发炎 刚好这条神经线出来 一发炎 就扔到神经线 很痛 有没有缘防 就是很小 因为你知道 小时候 你还在发育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扁平足 还是一来 已经看到扁平足 看到的 但是不代表有问题 很多家长说 我看到我小孩这么扁 其实大部分小孩也会扁 就是这么看 所以不要说 硬件目测就是扁平 其实一般要十二十三岁 才开始成型 才可以说是扁平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 如何去看扁平 很简单 如果背后看 你没有一条跟 你见到它是向内转的 那你也是很难踏下来的 而且你见到它的脚 有时会向内 向内 好像入八字脚 也是一个先兆 而且扁平足的人 平衡力又差点 很容易跌倒 而且走不久 走一会又会累 那在你的角度如何去医 我们的角度 由于小孩 你断定了他有扁平足 也有痛 那就要考做矫形鞋战 就帮他托回这里 托也不够 你要做很多运动 强化它 让它先强化 不过之后 越来越托下来 这个位置如何做运动 对啊 应该说是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脚肌肉不多 所以除了脚肌肉 那些微小肌肉 小腿也要做的 是 要强化它 扁平足 牵涉到一件事 就是 关不关因为扁平足 而令到母子外翻 绝对有了 糟糕了 你又有 我有啊 我就是这样 我很厉害这些 我常见到 现在自己是 我见到别人 我笑人 对 脚趾外翻 这个脚趾 大拇指 扁下来的时候 力度就向大拇指向下 就是这样 对 女性居多 为什么女性居多 第一扁平足 第二 她喜欢穿什么 高跟鞋夾脚 再夹多些 再夹多些 再加上你穿高跟鞋 是轻斜的 力量在哪里 又是脚趾 本身又扁平 又夹多些 有几样东西 所以有很多女性 不行 好了 不如你现在由同学介绍一下 有什么运动可以帮到手 好 没问题 Dr.Chin说 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扁平足 就算他顶完之后 他其实不用鞋战 其实他本身也是扁平足 可以示范给大家看 可以看 真的 很多人都说 我没有扁平足 这样看 好像有个弧度 但你一放在地上 你一站上去 你看看 我是扁得很厉害的 我始终没有胸胃在中间 是的 那我就扁平足 所以这个 这个 没有弧度 很多脚肘 就很吃力 就会有很多痛 足底筋 我刚才说过 多数在这里 或者 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痛 是啊 是啊 我其实有些运动是可以帮他的 其实 脚 不好意思 我给你看看 脚很少肌肉 只是大概 十月份手都数了 所以练习这些肌肉是难控制的 对 所以除了练习肌肉 小腿也要练习 一二下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 比较练习肌肉 首先 赤脚 当然 小小八字脚 现在我们就练习这个肌肉 对 如何做呢 首先我们抓住 抓住 上去 先抓住 然后慢慢提高 然后向上 然后下去 这样为止 一次 抓 上 放 放 向前向前 最好 然后慢慢 放的时候 小腿就会固定 是啊 最初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里很容易抽筋 所以小心一点 可能一抽筋 拔回脚趾 向前 相反方向就可以了 拔回这里 很容易抽筋 小心一点 好 第一次了 最初就是 爪 然后上去提高 然后 刹开脚趾 指向天 然后 下跌 没碰地 脚趾 接着才会碰地 现在这个练习什么呢 我们叫做Modal Control 练习这些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懂得控制肌肉 脚少用 就是说这些 微小肌肉 这是第一个 之后 我们可以做这个强度 可以站起身 微八字脚的 微八字脚 容易一点 然后 可以执高 持住 一 二 三 下来 尽量让自己有一个 弓位 就是要出这个弓位 对 对 回来了 刚才那些是温暖的 这个就是爪毛巾 真的有些东西被你爪住了 在电视上做都可以了 最好把毛巾都弄了 因为平面更加难爪 我用右脚 爪起来 拿起来 然后画素目指 一 二 四 五 六 一直到十 会挺累的 你会发现实际上 抽抽地筋 就练出这个力度 开始画不到不要紧要 先学习抓毛巾 对 抓住它 对 先练一练这个 接着可以抓到了 就画符号 一 二 毛不智 三 这个认为日子有功 这里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转型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好 小孩可以做这个动作 好玩 小孩好玩 好 接着 这个是什么 升级了 这个又是橡筋带 云络带 这是负责连脚的 我们找到了四只的椅子 要稳固的 因为有时候会踢断的 所以 我的右脚有问题 我就会放在左边的椅子 转着它 哦 就拉它 对 现在我们练习哪个呢 我们练习这个肌肉 叫做 anterior tibialis muscle 这是负责什么呢 这是负责这个动作 哦 对了 就要练习这个 这个不单止对脚很好用 经常咬茶人 这个很好用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去到练习这个阻力 你感觉到这里硬了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四 四 五 五 五 二 二 你發覺很累 如果強化了,腳會穩定很多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做的? 我,偶爾有做的 大家真的可以回去試試做這些 在家中,但記住這些要穩固的事情 有什麼想再問問 Dr. Chin 真的有很多事情,我知道一定有很多問題 留意給我,訂閱《健康蛋》 大家不要客氣,這些是朋友 不管了,一有什麼問題,我就找你 回答他們,好嗎? 好,沒問題 謝謝